房市焦点来关心到台北市东西区都出现了大面积的都根 准备要翻转老城区的景色 南港新都公办都根案今天举办了招商说明会 因为基地的面积高达了3000坪 而且准备要从第二种工业用地变更成产业生活特定专用区 进了超过30家潜在投资人报名参加 为在南港东兴国小旁 这个基地面积接近3000坪的社区 屋林已经34年了 因为建屋老旧住户的都根意愿超过9成 外墙斑驳镂空安全梯 室内更钢筋外漏混凝土剥落 南港东区门户计划出现北市少见的大面积都根基地 南港新都公办都根案5号招商会 吸引建设开发 受险业者跟商众超过30个企业单位报名 总楼梯板面积高达2万坪以上 因此我告诉各位 这么大的案子营造厂会抢着做 所以不怕 不用怕说没有营造厂会的时空 在险屋的时候已经高了97%的险屋了 援住户174户共事度高 更准备从第二种工业用地 蜕变成南港产专区的首建工办都根 总容积奖励可达80%以上 全岸总价值渴望上看150亿 南港通建里面呢就是有划设这个生活产业特定专用区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让住户可以有机会从第二种工业区来转型成为产业生活特定专用区 然后可以成就住宅跟商办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弹开北市东西区大面积都根 除了超过三公顷的台电电力修护处CR1 六月已经启动招商 还有后山皮站的1900平土地 而西区则有3.47公顷的台铁112 以及邮镇双塔强势较劲 都准备改变台北城市天际线 记者高尤勤严连凯台北商务报道 谢谢观看